哥哥哥哥,我回来了 哎,哥哥,你是在干什么呀 弟弟,爸爸不在家呀 今天哥哥给你做面条吃怎么样呀 好呀好呀,哥哥,你还会做面条呀 你也太厉害了吧 哎呀,弟弟,做面条可简单了 那弟弟,你想吃什么面条呀 嗯,哥哥,有什么面条 有胡萝卜面条,还有蔬菜面条 你想吃哪一个呀 嗯,那我就吃蔬菜面条吧 好好好,那哥哥就用这个蔬菜面团给你做面条 我们先把面团放到这个小猪角面积里 然后把这儿盖上,再拿来一个盘子在下面接着 然后再这样一搅,轻轻的一搅一搅 看,弟弟,面条出来了吧 再搅搅搅 哈哈,面条都做好了 哥哥,你可真棒 嗯,那弟弟,你在这儿等着哥哥 哥现在给你去煮面条吃 好的好的,弟弟,面条做好了 你快吃吧 嗯,那弟弟,你明天想吃什么呀 嗯,哥哥,我想吃饺子 好好好,明天哥哥给你包饺子吃 太好了,谢谢哥哥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面条还是饺子呢 如果喜欢吃面条,就发送素子666 如果喜欢吃饺子,就发送素子 巴巴巴巴 我把你们叫过来 是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 花仙子姐姐,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呀 我听说你们当中混进了一个僵尸 啊,真的吗,花仙子姐姐 当然是真的啦 花仙子姐姐,我可不是怪兽 我是霹奇 花仙子姐姐,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兔瑞贝卡 花仙子姐姐,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羊苏西 还有我,还有我,我更不是了 我是乔治 早就知道问是问不出结果的 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些是小朋友们最爱吃的饺饺糖 不过,我已经在这上面试了魔法 只要僵尸吃了,就会现出原型 你们都说你们不是僵尸 那肯定僵尸不在你们当中 那我给你们每人发一个饺饺糖吧 这个给佩奇 这个给小兔瑞贝卡 这个给小羊苏西 还有这个给乔治 谢谢你花仙子姐姐 那我们现在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那我先吃吧 那我也要吃这个美味的 佩奇和小兔瑞贝卡这么快就吃完了 那我也要吃 真好吃,好吃呀 我也要吃,我好久没吃过饺饺糖了 我怎么现出原型了 原来你是僵尸呀 看我的魔法魔病 哈哈,现在把你封印了 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做坏事了 哥哥哥哥 我要踢球过来咯 没问题的,弟弟 踢过来吧 接住 嘿嘿,我接住了 哎呦,弟弟弟弟 我的肚子有点疼 我去上个厕所 你自己在这好好待着哟 不可以走远 嗯,哥哥 你放心吧 我不会走远的 弟弟弟弟弟 回来了 人呢,我弟弟呢 弟弟在哪呀 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乔治怎么了呀 奥特曼哥哥 我刚刚拍了一张照片 你看小奥特曼 被,被,被僵尸给带走了 嗯,还真是 乔治乔治 你这是咋拍到的呀 我刚刚在森林拍风景的时候呀 不小心给拍照呀 哎呀,乔治乔治 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 我弟弟被僵尸给带走了 奥特曼哥哥 你赶紧追吧 说不定僵尸还没跑远呢 哦,对对对对 我得赶紧追,赶紧追 僵尸僵尸 你给我站住 快放了我弟弟 哎呦,小奥特曼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呀 你快放我弟弟 要不然,要不然 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哎呦,小奥特曼 挺厉害的嘛 哎,不对不对 我听说 这个小奥特曼可厉害了 哎,还是算了吧 算我倒霉 还给你 把你的弟弟还给你 僵尸,就算你把我弟弟还给我了 我也不能让你跑 魔法魔法变 我要把你封印住 看你现在还怎么欺负小朋友 还欺负我弟弟 哎呦,这小奥特曼 确实厉害呀 还把我封印住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点点点小红星 这样我给僵尸试的魔法 就会更厉害了 它就永远解不开了 它就会永远被封印在这里 就不会欺负小朋友了 咦,这是什么呀 怎么散了一地呀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 嗯,可以呀 可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们明明在森林待得好好的 可是跟着来了两个僵尸 然后就把我们全都给捣乱了 我们现在都回不了家了 哦,原来是这样呀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来帮助你们呦 我呢,先把你们的车车给拼好 我来看看 这里有什么车车呢 有警车 消防车 还有工程车 还有救护车 没问题的 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我来把你们放到车车上面吧 这个应该是消防员叔叔吧 来,回到你的车车上 这个应该是警察叔叔吧 叔叔,你也回到你的车上吧 这个应该是工程车 叔叔吧 来,回到你的工程车上面吧 然后这是医生吧 来,回到你的救护车上面吧 好了好了 你们已经都回到自己的车上了 太好了 白雪公主 真谢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只要你们都回到自己的车上就好了 我也就放心了 天文天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白雪公主 善不善良呢 要是觉得她善良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她吧 哈哈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水花车 我今天正好有空拿出来玩一玩 我现在就开始来画画了 哥哥哥哥 你在干什么呀 快看 爸爸给我们买的可乐 我给你拿来了一瓶 弟弟 我现在正在画画 谢谢你给我送可乐过来 哎呀 不好不好不好 哎呀 可乐怎么撒在画板上了 哎呀 哥哥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把可乐撒在画板上的 你不要怪我啊 哎呀 弟弟没关系的 我不怪你 啊 真的吗 哥哥 你不怪我了 哎呀 弟弟 你放心吧 我不会怪你的 你把可乐倒在我的画板上 真是太好了 我就不用去拿水来画画了 啊 哥哥 你的这个画本这么神奇吗 用水才能画出图案 哎呀 弟弟 对啊 你看你倒上去的可乐流到哪里 哪里的画像就会显像出来 啊 哥哥 真的耶 哥哥 你这个画本也太神奇了吧 弟弟 我们来开始画画吧 你看 你倒上去的可乐 帮了我一个大忙 这样我画画就更快了 弟弟 你快看 上面啊 都是恐龙的图案 你看 这些恐龙多好看呀 还有这里有火山的 怎么样 漂亮吧 好了 画画完了 哥哥 你的这个画册 真是太神奇了 上面有好多好多的恐龙啊 比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哥哥的画册神奇吗 如果你们觉得神奇的话 就送一个小爱心告诉我吧 终于做完作业了 今天爸爸说 谁先写完作业 就可以过来选一样东西吃 嗯 有薯条 有鸡腿 还有蛋挞 我都想吃 这个怎么办呀 我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呀 哎 哥哥还没过来 要不我把他们全都拿走 哈哈 走喽 哎 爸爸不是说 写完作业就有好吃的吗 怎么没有好吃的呀 哎 弟弟 你怎么把好吃的都拿过来了呀 爸爸不是说 先做完的每人选一样吗 你怎么全都拿进来了呀 哎呀 哥哥 我都喜欢吃 我也不知道选哪一个 所以呀 我就把他们全都拿过来了 那弟弟 你能不能分给我一个呀 哎呀 哥哥 我都想吃 你就把你的给我吧 嗯 这个不行 弟弟 你这样的话 我就要去告诉爸爸了 我才不怕呢 爸爸最疼爱我了 肯定不会说我的 我先把他们全部吃完 爸爸回来的时候 就不会发现是我吃的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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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是太好吃了 不如 哥哥说你一个人 把零食全拿走了 是吗 爸爸爸爸 你可不要相信 哥哥说的话 我今天作业写得慢 我出来的时候 桌上就没有零食了 肯定是哥哥拿走的 不 不是我爸爸 弟弟在撒谎 你们都不承认是吧 那我告诉你们 撒谎的人会长出尾巴的哦 啊 长出尾巴 我可不要长出尾巴 爸爸爸爸 是我 是我把零食全吃了 我不知道选哪一个 所以我都吃了 对 对不起啊 哥哥 我刚才不应该那样 跟你说话的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你们能不能原谅我呀 嗯 那我们来问问手机前 小朋友们的意见吧 小朋友们 我弟弟勇于承认错误了 你们说 我们应不应该原谅他呢 如果应该就发送小红星吧 奥特曼 你看 这个呀 是我在超市里面 给我怪兽妈妈买的 面膜 这个面膜呀 蓝蓝的 多好看呀 嘿嘿 我先打开盖子 然后拿出面膜 哇 这个面膜 冰冰凉凉的 好舒服呀 面膜贴在脸上 肯定很舒服 哈哈 奥特曼 你没有给你家 奥特曼妈妈买面膜吧 怪兽 虽然我没有钱 给奥特曼妈妈买面膜 但是我可以给他 画一个面膜 然后给他变出来 好了 我画的这个面膜 只要把它变出来 肯定会比你的面膜好看 而且用起来 比你的更舒服呀 奥特曼 你在搞笑吗 你这画的面膜 也能变成真的 我才不相信你呢 怪兽 你不要不相信 只要小朋友们 为我的面膜 发送小红星 我的面膜呀 就会变成真的 哎呦 奥特曼 你还想找小朋友们 帮你把面膜变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我呀 早已经把小朋友的 小红星挡住了 然后隐藏了起来 这样他们就找不到 小红星也没有办法 送给你小红星了 怪兽 你错了 小朋友们 他们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也一定能找到 小红星 然后送给我的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找到小红星了吗 如果找到了 就快点给我发送小红星吧 现在我就把面膜变出来 一二三 魔法魔法变 哈哈 怪兽 你快看 我变出了面膜 而且还是粉色和橘色的面膜呀 我打开盖子 哇 我的面膜好香呀 比你的好看 我拿在手里 哇 也好舒服呀 奥特曼 你的面膜有我的好看 我才不相信你了 怪兽 你要是不相信 你就来问问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我和奥特曼的面膜 你们更喜欢谁的呢 要是喜欢奥特曼的 你们就评论一 要是喜欢我的面膜 就评论二二二吧 还要不相信 得嘎 睡衣装 那种 在眼膜 在眼膜 我 是 在眼膜 中文字幕——YK